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 进行的是每周六中午 十一点到十二点钟 服务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来分享 很多红成熟事件 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跟议题 我想这个 我们其实谈了那么久 那么多的题目 一直还谈不完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人事件 真的会面对太多 太多不同的议题 那每一个议题要过 其实都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希望透过每一周的节目呢 让我们大家能够 一起来做一些学习 那么在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有关于原谅这件事情 我觉得宽恕啦 原谅啊 都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因为呢 它里面会牵涉到很多 既然会谈到原谅嘛 那一定是因为被伤害了 或是感觉上被伤害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原谅 可是原谅这个动作并不容易 那么到底要怎么做呢 如果没有原谅 那我们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圣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嘉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好 我觉得这个原谅宽恕这个议题呢 真的小到个人 大到国家 小就是 我们跟同学吵架 跟同事吵架 我们原谅对方的事情 大到呢 国家怎么说呢 就是修复式司法正义 有段时间司法部就在推动 跟犯人的 所谓的和解 或是原谅犯人之类的 这个推动起来 感觉上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想这个 我们先从个人来谈 就是说 当我们被别人伤害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觉得很难过 很难受啊 我们导师 是不是建议我们大家 第一步要先去 处理内心受伤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说 人世间呢 是能量的幻化 所以当受伤的这时候呢 的确它在能量场上 是有所变动 有所跟以前不一样 所以有些人 换了一个能量场的时候呢 他可能有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身心灵的 对应的一些 比如说牢骚啊 比如说这种抱怨啊 或者是很狭隘的 这个对世间的看法评比啊 它都会因此而被激发出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或者是比较豁达的逻辑的话 有的时候就走到死胡同 死胡同这里面呢 越进去就越出不来 所以人生可能就背了一些主题 而让自己这样子就 没办法振作起来了 就这样子 真的 所以其实要先从这个内心的 伤害来做处理 所以导师说 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 其实能量上就会有一些 变化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这个议题是不是连接呢 就是说 我们被伤害了 然后进一步 我们要 可能要开始做一些原谅 或是不原谅的这个事情 那是不是自己能量先有 调整之后 才有可能进到下一步 就是谈原谅 或是不原谅 我想人非圣贤嘛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 当你被别人迫害了 或者是你因为他而损害了你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想很多人都会生气 没有办法把这气消了 对不对 那我想这个是人之常情 只是说我经常在讲 有时想无时 莫在无时想有时 就是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要去想一想 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 是要结好缘还是要结恶缘 那么我们被人家产生了某种的伤害 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应该是用什么样的心态 跟人家做应对 我想在平时有机会的时候 应该要想清楚 免得到事情一来的时候 根本没办法想的时候 会按照你原先的这个逻辑的形式 反射动作就会对应出来 那该怎么办呢 被人家伤害了或怎么样 该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想咯 就说如果啦 我们今天被伤害了 那么我们不管是用正确的管道 不管是走什么样的途径 来去做什么样的一个诉求 那对整个事情 会有所抚平 那当然我们要用更细腻的心思 去做某种的思索与考量 但是如果就是说 你没有什么太多或正当的理由 去驳回一层的话 有时候怎么说呢 有时候比如说夫妻吵架 对不对 你说你真的受伤受大了 那你说你现在怎么办 你要对方陪你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这有的时候 人家说在家里面就不是讲对错的地方 有时候的确 你怎么讲对错呢 讲到最后 不知道怎么判断 这个对错间的后面要补偿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后续的处理 实在讲不清楚都不明白 所以碰到这一类的事情 我们就去想了 原谅不原谅是控制权是在自己身上 但是原谅后面产生结果或者是不原谅产生结果 都自己要倒战权中吃下去 对不对 那要不要做一个评比 原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好处坏处 不原谅好处坏处 去做一个可能性的分析 那往往是原谅比不原谅来得好过 往往是这样了 但是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结论 我们不能够相对百分之百的做结论 所以这还是个人的智慧 在当时做某种的拿捏 但是我来讲呢 就是说如果你今天选择不原谅 那我们就要现实一点了 就是说你不原谅的决定下去之后 事情会变得比较好 还是你的不原谅会让你越陷越深 越来越糟 这才是重点 因为我们每个人希望生活会更好嘛 对不对 一天比一天进步 但是你现在的这个选择的结论 你当然是在这气头上 但是在这气头上的结论的后面 会不会为自己而衍生出其他的问题出来 那这叫很理性的去思考 而这种理性的思考与否 就是我刚刚讲的 平时就要想清楚 人生观各方面的定位 就要比较豁达 或者是有接受怎么样的一个因素 或者是别人的劝解 怎么样的一种弹性 至少有这样的一种建设 免得早上事情一来的时候 你说你要选择怎么样 但是你想这样做又做不了 那时候就很苦了 那事实上问题能不能解决 这才是重点 的确是像刚刚导师说的 其实呢我们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 因为原谅别人 原谅那一个曾经伤害他的人 带来的一些 不能说好处啦 应该说令人感动的结果 比方说 我就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被在纳粹集中营的时候 被伤害的很严重的人 他的姐妹呢 是死在一个狱卒的手下 因为他很残忍的虐待他 那等到他从集中营出来之后 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 来分享他在集中营的那段日子 结果呢他说有一天 有一个在演讲结束之后 有一个老人呢 就扣拢着走向他 然后就跟他说 我要跟你忏悔 我就是当初把你姐姐虐待 到过世的那个士兵 哇他说他那个当下呢 他真的非常的震惊 最后这个女士 他就选择握手跟他说 我原谅你 他说他在那一刻 他感觉整个人 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 好我想这类的故事 可能我们多少都曾经有听过 但是我们都会觉得 那就是故事 可能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知道 原谅有很多很美好的结果 那我们先来看看 不原谅这件事情 很多人在原谅这件事情上 跨不过去的原因 就是觉得说 好啊那他对我做了那么多伤害的事情 我就这样原谅他 那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我就是要不原谅他 让他不好过 导师 我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啊 很现实的 我们要看看自身 到底我们的决定 给自己带来好处还是坏处 那有些人说我怎么可能会原谅他 讲到他就咬牙切齿 嗯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别人和自己 如果别人有这样走过去的经验 我们看看我们要不要嘛 有些人他不就是一辈子不原谅某一个人 对不对 讲到那个人就咬牙切齿 但是他一想到那个人就全身不对劲 甚至于血压都飙升啊 或什么什么啊 对没错 那他一辈子只要他一有空 这个议题就出来了 在他心里面 他选择不原谅不原谅不原谅 那这个问题呢 就一直在他里面摆着这个重要性 就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 他就老是挥之不去 那看起来是一件事情 不原谅他 但事实上不止一件事哦 因为我们的思绪是活的 所以因为这件事情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潜力 然后我们对很多其他事情 有某种的偏见 也说不一定了 对不对 对 或者是我们因为生气 想到这个人事物 我们一想到他 我们就这个荷尔蒙内分泌不调 那也是一种事实啊 对不对 那你说哪一天 这个身体真的是因为这样子 而有肿瘤都出现的时候 你说那是到底招谁招谁了 嗯 讲不清楚说不明白 嗯 但是结论在哪里 那是事实 那那个时候再来想说 为什么坏事都是他 都是这个不原谅这一位 嗯 那结果搞到最后 就是 当时是不是你因为不原谅他 嗯 所以产生了后面这么多的 不原谅不原谅的劲 对 但是却让你的身体不原谅你 嗯 会不会这样子 嗯 有可能啊 对不对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身体不原谅你 或者是今天你旁边的亲人不原谅你 好 或者是什么什么时候不原谅你 那我们真的会换来更好的东西 还是给自己天坑多多麻烦 我想这个就是见仁见智 要不要面对现实来看事情 嗯 我们也许没有那么大的雅信 嗯 能够随便原谅一个人 但是我们至少为自己幸福而活嘛 是不是 嗯 所以有时候啊 你真的想想 一辈子可能就恨恨谁啊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说的比较现实一点 今生也许在一些时日过去了 嗯 这个恨意 它是会带着跟灵魂走的 嗯 那就怕你不相信哦 如果你相信 它会不会下一辈子又带来了 然后你跟它之间还有瓜葛 那就得无常事了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要跟一个人完全没有瓜葛 就是要跟他完全没有情感连结吗 哈哈哈哈 嗯 就说 嗯 你比如说 你跟 啊 张三 嗯 有什么样的心结 嗯 这辈子你们从此没有 没有 机会再见面了 嗯哼 但是这份心结 如果有灵魂不灭之说 嗯 将来有机会再遇到的时候 你们的心结还是会起来的 还是会出现 就说这个是未演完的戏 但是 随着不同的时空 遇到的时候还是会起来的 这样了解吗 哦 就好像有些人他说 哎 我遇到谁啊 我就跟他真的是默逆之交啊 觉得真的相见恨晚了 我们比兄妹还要好啊 什么什么 有没有 嗯 那隔了大概一年半载 说两个人就是恨之入骨 然后就是不相往来 然后真的怎么怎么 有没有 有种有种经常听到有些 对吧 对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们遇到的时候觉得真的是相见恨晚 那为什么后来会勾起这么多奇怪的一幕一幕呢 嗯 其实跟钱英宏有这个关系的 只是一般人他没有去研究 或者是他也不愿意这个面对说到底有没有灵魂不灭之说 嗯 好 那灵魂与否这些啊灵命线的过去现在未来 嗯 这个在YouTube上面现在太多人在讲 而且有事实的这种例证啊 对 好像我们说911的这个灵难者后来又投胎又变成小孩 嗯 然后他讲出了911的这个灵难的情况 然后他的同事什么 如果没有灵魂之说的话怎么会出来这些东西 对吧 那如果会出来这些东西 那我们是不是要尊重着我们的灵命不灭的事实 嗯 来看着 是不是 能够先和解就和解 能够这个是好就是好的 不要有这个一重又一重的恩怨在 嗯 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定位的逻辑 如果定错了 那可能这一辈子不知道有多少人跟你有瓜葛 嗯 那将来是这样 好 如果真的有灵魂真的哪一天真的又遇到了 嗯 那又何必呢 因为这些东西还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嗯 其实的确还是个人的选择啦 因为我想听到这里呢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跟我的想法一样 就是说 没关系呢 我就交给我下辈子好了 哈哈哈哈 我下辈子痛苦 就交给下辈子 再来做选择 可是跟真的是跟个人的选择有关系 所以刚刚导师有说到说 哎 这个情感的瓜葛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定很好奇 所以如果我们说 呃 真的完全是原谅这个人 或是跟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情感瓜葛 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会说 哦我今生跟你已经圆满了结了我们之间的所有恩恩怨怨呢 当然这个笑语讲的说就选择将来遇到再说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啊 鸵鸟心态 别择跟细极的问题 嗯 那当然没有那么强烈意识认为这个理论对错与否的时候当然会想说 哪那么多美国时间天天管制线 嗯 日子还是要过啊 还是要 对不对 嗯 一天天的一秒一秒的还是很多面对现实的问题啊 嗯 那我想这些东西就是说未雨绸缪嘛 哦 如果了解多一点 那我可以为了将来省去一些无必要的时间精力去陷在泥林里 嗯 那我们当然就是现在多用一点点的心力去让我们精神好过 如果将来好过那也是一件好事啊 对 对不对 没错 但是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想这个人各有志 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权 我相信啊 有历练过这方面的经验的人 他可能更会认同我所讲的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没有遇到都不知道 遇到了你就会感受到说 到底之前是什么什么姻缘搞得两个人怒目相交 这一辈子遇到又怒目相交 嗯 那这个时候就就耐人寻味了 嗯 当然事情就是看你信还是不信咯 对 那我们反正就是讲的客观一点也不一定对了 对吧 那只是重点就是你相信或者是你不相信 那我现在讲说还是要以实验来做一个可能性的推敲 会比较现实与其科学 嗯 那当然呢 每个人都想明天日子会过得更好嘛 对 那如果没有杂质啊 就说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啊 他想到某一个人 他心中有无限的遗憾也许 嗯 他有无限的悔恨 或他有很多的抱歉来不及跟那个人讲 对 会不会这样子 嗯 有时候会这样子啊 对 那你说真的是与其将来才会想到说 有很多的无奈 但是在将来日子想要去做已经没那个机会的时候 那为什么要让那个无奈 等到将来才感受到呢 如果我们在当时就可以把问题解决的话 这是一个原谅不原谅的选择 我想也就是选择吧 嗯 那这选择的一个 让你能够认同的一个逻辑 那我想这些东西也不是谁说的算 嗯 应该是每个人能够找一些时间去做一下可能性的research 来看到底怎么样的抉择对自己的人生才会更加的美好 我想这样子比较等于说大家都有机会啦 嗯 来做更明确的选择 嗯 我想这样比较公平 没错 所以其实嗯 我们说看到来生那个是感觉上比较远 嗯 但是我们拉回比较近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空 这个时间我们人活着的这段时间哦 呃 是不是要选择一个对自己来说更好的未来 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不要选择原谅了 好 那如果说呢 想要选择原谅的朋友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就是说可是他这么大那么大的伤害我耶 好比方说他抢了呃原本是闺蜜就他抢了我男朋友 他抢了我老公 好 我听我有个很夸张的案例是妈妈抢了自己老公的 哇 这个哇 至亲 好 两个至亲的同时的背叛 哇 这个要讲原谅好像真的很难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选择原谅 想要选择一个更好的未来的生活的话 我们到底实际上应该怎么做呢 在这边我们先稍作休息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由太阳声的导师 作词作曲的歌曲 太阳的祝福再回到节目当中 走在太阳路 感受深切体悟 编织着领悟 开启生命尽聪 看尽人生路 在治安中的祝福 天不曾经不足 好幸福 好幸福 感恩来世脚步 今生又自负 更要努力进步 画出精彩图 太阳的祝福 太阳的祝福 烙印灵魂伸出 好满足 如何得到快乐 如何不为钱烦恼 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 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 所有你想问的 所有想知道的解答 都在 不足人生千百问 欢迎回来 正生台北条平台FM104.1 进行的是 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钟 福到你家节目的单元 富足人生千百问 在这个单元当中 我们都会跟大家 来分享很多人世间 各式各样不同的困扰 跟议题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有关于原谅与否的事情 那我们刚在前面呢 跟大家分享到 其实要不要选择原谅 选择权还是在自己的手中 选择原谅跟不原谅的 产生的结果 当然是截然不同 那么大家 其实从逻辑上来看的话 我们都知道说 选择原谅会让自己的人生 过得更好 那不原谅呢 感觉上好像是 让那个人受苦 但其实可能并没有 可能是让自己受苦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 选择权的朋友 可能会想要选择原谅 可是到底应该实际上怎么做 在今天呢 我们同样邀请到的就是 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 精神导师太阳顺的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 导师好 夏宇你好 以及所有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我觉得这个人世间呢 真的太多 很容易不小心就亏欠了别人 或是别人就不小心错待了我们 好 当然有时候 可能不是不小心 可能是故意的 等等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我们想要选择原谅 可是那个痛真的很痛啊 他想了我男朋友 他想了我老公 他撞断我一条腿 之类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始 进行那个原谅的第一步呢 像校园讲的这种Case是非常现实的实例 被这个迫害的这一方 要去原谅他一定要有相当大的这个勇气 对啊 对啊 以及什么样的手上有什么样的筹码 他才有这样的原动力想要去原谅对方 嗯 对 那 就说 这个里面呢 如果 如果你选择 好 人能够更加的好过 嗯 嗯 选择原谅对方 但在那个时候 该怎么办呢 嗯 那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转念 转念 嗯 对 转念 那比如说 你刚刚说 谁抢谁的男朋友了 嗯 对 那 这个时候 如果他们已经就是让你 或者让一般人看到 表明的就是已经 好像他们已经有一片天了 嗯 那我想 嗯 这个 被抢的这一方呢 他是属于弱势 对不对 对 那那个时候是求天天不应 交际地不灵的 嗯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用转念 你很难原谅对方 对啊 但是如果你用转念的方式 嗯 嗯 你要有个理由 嗯 那其实这个理由呢 是合理的 嗯 就说 也许吧 苍天眷顾 嗯 嗯 我还有可能 在未来能够找到我更 更好的Mr.Right 嗯 嗯 那也许这样的一个心念 一转 然后再看着这个 眼前的这个 男女的这个 嘴脸 嗯 你更加觉得 这个是正确的选择 嗯 正确的感谢 嗯 那也许你这样一转念 就转对咯 嗯 对不对 但是毕竟啦 人是有感情的 人是有这样的一种 也许是包袱还是什么 嗯 你要一下子 要想通可能 一下子想通就是圣人啊 对啊 对啊 我们是凡人 嗯 要一下子想通蛮难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 比较理性的去做分析 嗯 好也许我可以想啊 这个人现在就 这个 抢了我的闺蜜 那还好我没有跟他结婚 如果跟他结婚 那以后 那才麻烦 所以好像在没有跟他 浪费的时间 精力 嗯 这也是种转念的想法 嗯 对 那 事实上 转念是让我们有更多的 时间空间 嗯 去做可能性的调整 或抚拼 嗯 那至于能不能够因为转念而让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恨意 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其他的调整的一种角度 而有所空间与变化呢 这就是自己在这个主题上看怎么样才能够说服自己 嗯 在没有说服的情况下 要能够去做原谅我想是非常困难 嗯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那只有在可能性的逻辑里 啊 把这个思绪的管道打通 对 那可能性的这个原谅的这个范畴 嗯 这个 融入了这个可能性的这个管道 嗯 那也许吧 因为明天会更好 嗯 那人 可能也是想着 我 我的未来会更好 嗯 可能很多东西就不计前嫌 或者是怎么样的释放了 嗯 这个其实讲起来容易了 这其实要做的话就是看个人的功力 嗯 嗯 而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 这点必须想清楚 就是说你现在能够挽回什么呢 如果对方 对 他已经抢了你的谁 嗯 嗯 你就算把他再抢回来 那个人的心有没有在你身上 嗯 如果没有在你身上 你要这样的耗 耗一辈子嘛 嗯 如果耗一辈子你又得到什么呢 嗯 如果他现在已经没有在这个注意力在你的身上的时候 那这是不是一种启示呢 嗯 所以就诸多的这种东西必须要去 沉沉的思考 真正到后面做一个很神圣的结论 来面对这样子一个事实 我想这样子比较有智慧的人来做 嗯 哪怕就怕说自己没有想清楚 给自己30秒 嗯 然后就想说是要 嗯 情绪爆发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做调整 嗯 那也许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要做各种的思索 时间不够 所做结论 好 这后面也是比较令人担忧 好 是不是会对 是不是会错 那我想这些东西 就是每个人的自我体学 今生 虽然是不要留白 但是也不要留着一片悔恨 待到下意识 嗯 那我想 之前呢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的太平廳 我就要告诉自己这些重点 对 所以等到事情来的时候 你比较有逻辑啊 一二三十五六七的去一一克服 嗯 所以平常我们还没有被得罪 或是还没有受伤 没有被别人背叛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想好 我们要怎么应对了吗 其实有的时候 然后 我觉得 借事恋心 有时候你看到 新闻啊 有没有 看到一些什么报章杂志 对 你也许看到那个人的故事 你就要想想 如果这个人 是这样决定 嗯 那有一天如果是 我刚好有这样一个题目 我该怎么决定呢 嗯 那决定的是对是错呢 也许那时候 就会比较客观的来看 嗯 嗯 那我想这些都是好事 对 就是未雨冲 应该可以练习 哦 所以我想 刚刚老师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要把那个 why想清楚 就是说 我们不是很 勉强的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当我们先想通 那个逻辑 为什么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才有可能 接着去 进行下一步 所以老师我们在讲 那个why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可以说 好 今天他撞断一条腿 他说好 我决定原谅他 因为未来有一天 老天就让他撞断一条腿 哈哈 我们可以用 这样的方式做转念吗 这有点像是 半诅咒别人吧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吗 就说 嗯 就说 我们应该不要去 诅咒别人的转念 而是 我们把 这个 公平 对错 交给天地 天地去定夺 那么我们已经把祝福送给对方 那我们把这个天地的一些真理 让自己在上纳间做可能性的 说服自己的一个依据 嗯 所以这如此一来呢 你在各方面的调整上 那会比较容易 嗯 或者的话 他全部陷在一团的时候 你也看不清楚为什么 那讲部门完看不清楚的时候 做出来 他失真度就很大 嗯 那有时候一些小事情 反而搞到最后 问题很多 嗯 那我想这些东西 我们为人处事 可以避免的嘛 嗯 还是给他做 他人性的避免 这样 嗯的确 好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题目 其实我们还没有真的很完整的谈完 因为实际上怎么样来做这个步骤呢 嗯 我们可能要再另外找时间来跟大家好好聊聊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 我们知道说刚刚我们提到就是 关于原谅不原谅或是在被伤害的时候 那个其实都是一个能量上面的一个 嗯 一个调整 一个变化 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先 从这个自身的能量来做提升 好让自己可以先好一点好过一点的话 那导师建议大家可以怎么做呢 好我们就藉由刚刚讲的说 嗯 在转念上 嗯 我们想到一个理由 嗯 比如说这个case 这个 男朋友被人家抢了 嗯 对 那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 想法呢 天体会给我更好的东西 哦 所以我们一切顺天而行 嗯 没有紧张 没有畏惧 没有更多的担心 我们相信天地 会有我们的安排更好的 嗯 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基础 对 你会比较好过 你的 这个思绪不会因为前面没有一个结论 对 一直在那个 气的氛围里面一直在跳动的 嗯 嗯 那产生的负能量后面让自己其实是销售不了的 嗯 但如果你就试着再一点一点的 诶 你可能真的 刚好就说 诶那刚好去 这个market买个东西 对 那我真的去market买个东西 你发现诶大家对你很和善啊 嗯 嗯 这个礼节都很多啊 对 那刚好可能在进展过程中 诶 有哪个男士对你非常有礼貌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候啊 或者刚好什么样的契机两样 又交谈起来也说不一定啊 嗯 很难说 对 对 那你就更加的认同 嗯 上天应该会要为我安排更好 嗯 就说有很多可能性 我们难以啊 在这边依可能性的预估 对 但是因为每个人命 对不对 嗯 然后这个 在那个时候 它自然会有一个对应点 嗯 那重点是我要讲的是 我们的心境不能够乱 嗯 我们心境如果被这个事实打乱了 我们就可能后面会胡言乱语 嗯 或者是做错误的决定 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这个变化中 没有办法抓到真正正确的这个球数 嗯 导致失去很多原来应该还可以抓到的机会 嗯 那我想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做可能性的一个调整 只是跟时间赛跑 嗯 那我想这些东西 我们先认清了 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的运作是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观 嗯 这个宇宙观 对 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 我们的心就非常重要 没错 但是 谁会像是在这个21世纪听约过得那么高兴吗 你突然来个电话就把你气死 对不对 哈哈 突然来一个简讯 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有时想无时啊 任何时间点都是磨练自己的好时候 嗯 嗯 也许我们就是这个一段别人的这个包装答案上面有说的故事 然后我们来做什么样的一个分析 嗯 嗯 以及看着自己如果是这样子模拟好我会怎么做 对 来做可能性的一个进步的这个习题 嗯 真的 在这边我要推荐给大家一个东西叫做太阳卡 哈哈哈 我觉得太阳卡真的是很好用 因为嗯 未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就是我之前要办一个活动 结果呢 有其他人抢先我可能一个礼拜的时间先办了一个同样性质的活动 那对我的活动就一定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当下那个知道的瞬间我真的很生气 而且我也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里面有很多的担心 好所以很多各种情绪 就这个真的是沮丧到一个不行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我桌边摆的太阳卡 我就决定把它拿起来用 所以我就问太阳光公说 那怎么办呢 我真的是很担心 好结果神奇的是什么呢 我抽出来那张卡片第一句叫做不要担心 哈哈哈 然后我还很不信心想说 对我好像很不信心想说 一定是因为那个每一张卡讲的都会刚好对应到我的某一些状态 所以一定是刚刚好而已 所以我就把每一张卡翻出来看 还真的是其他卡都没有那么刚好符合我的状态 就是那一张不要担心很符合 我就抽了那张卡片之后 我觉得我就坦然很多 就像导师刚刚说的 相信天地会给我们更好的 那是证明呢 也确实目前情况也不太需要我担心 所以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就像导师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就是你要自己来做实验看看 真的是每一件小小的事情都是一个修罗场 让我们可以去不断的练习调整自己 好那如果说呢有想要了解更多 我们刚刚导师有提到的就是 每一件事情其实你都是要去逻辑 要想清楚要想通 那我想就是有个很棒的系统 帮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逻辑观念上 可以不断的一些做一些更好的调整 那这个系统呢就是超级生命密码 那大家只要上网去搜寻 就可以看到官方网站以及粉丝转眼 也可以看到书籍 那现在这个书也有电子书了 那当然在那个Podcast上面 也可以听到我们福到你家的节目 在全世界各地呢 还会有超级生命密码圆满人生精英会 那因为这个举办的时间地点都不同 又是全世界的 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电话 或是网站来做询问 这个网站呢就是可以透过官方网站 或者是手机的APP会有客服人员 手机APP呢 请大家可以搜寻超级生命密码 梦想舞台这个APP 就会有官方网站 以及手机的APP的客服人员 来协助大家做查询 或者是大家也可以透过电话 这个电话大家可以先抄起来 再上班时间拨打 台北电话0255995439 台北电话0255995439 来做询问 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 也先再次感谢我们全球 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 太阳盛德导师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谢谢导师 谢谢笑语 谢谢大家 再次的感谢太阳盛德导师 来跟大家分享本周的主题 原谅和不原谅 而另外我们在先前所谈论到的 所有主题内容 都欢迎大家在Podcast上面搜寻福到你家 就可以听到我们先前导师 所分享的所有议题 而另外呢 今天周六的晚上八点钟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脸书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频道当中 搜寻因为你音乐的音 在当中我们有短分享的时间 还有好听的音乐歌曲 也欢迎大家晚上共同加入咯 而在今天的福到你家节目的最后 同样也是送给大家这一首由太阳盛德导师作词作曲的 《与光共舞》 那我们下周六中午十一点钟到十二点钟 福到你家的节目再会咯 拜拜 来 日月星辰 永恒不落幕 漫妙几语 灵魂在青树 树上缘飞 romnan dong 目标 深省不再苦 欲灌垢 一步一步 迷离不再无 放下纷扰 太怀悟 人生几何 与光相处 成家最真挚的礼物 为每转圈 与光共入 生命有了 心的悦谱 吸出你我 侥幸一物 盈光的福 解开生命美丽 的布幕 阳光的微风蝴蝶追逐 好幸福 沉醉最满足 过度 与光共入 幸福转眼无不尽 我不放手 与光共入 就这样幸福 这有光祝福 棺材回生命土 灵魂好幸福 从此你我又光处 感动领悟 千叶旅途 千叶旅途 一幕一幕 阳光终了 与我心胜处 我心胜处 与我心胜处 你对你的人不信任 叶旦途 干吗 你还蛮活赦队 黑夜里有光保护不孤独 了尽夜空看星秘全新旅途 就这样好幸福在光众转圈圈 余光共舞好温暖好下手远过舞步 有天地好富足引领光明路 在红尘中了舞这样幸福 一款共舞从此富足 就这样幸福一款共舞 从此富足 就这样好幸福在光众转圈圈 余光共舞好温暖好下手远过舞步 有天地好富足引领光明路 在红尘中了舞在红尘中了舞 在红尘中了舞这样幸福 一款共舞 一款共舞从此富足 一款共舞从此富足 就这样好下手远过温暖好下手远过温暖好下手远过 一款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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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尘中的环规定 你的大人 结构